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的环境能够比较舒适的居住 音乐老师轻快的在琴键上弹奏 引导他们做身体拉筋放开身体 指导活力满满的视障朋友发声 长辈们也展现出洪亮的歌喉 透过课程与好友互相切磋 不仅说带来很大的这种心情愉悦 我在这里来外面就吃喝玩乐都有 就比较快乐 在这里不只是有天生就市民的人士 也有后天市民或是高度近视的朋友们 他们与民眼人没有什么分别 只是需要比我们更用心感受周遭生活变化 与我们欣赏不一样的美景 他们有了自信以后 他们可以发挥的能量 其实是很强的 透过长期的社工陪伴基金会课程活动推出 让许多不敢走出家门的视障朋友们 想到这里很快乐 很安全就会卸下新房 继续保持对人生积极正向的心态 2021年桃园大园的海域祭已经展开了 面积达5.9公顷的花海 包括了6万株八种不同颜色的海域绽放 活动主题定为海洋奇遇祭 规划充满海洋风格的装置艺术 坐落在花海当中 也要拍照区让游客拍照打卡 活动一开放就吸引许多民众前往赏花 去年因疫情关系停办一年 感谢老天爷的疼爱 桃园度过疫情的风扑 才又启动大园的海域祭 今年的海域祭比网林更亮丽 有8种不同颜色海域呈现 值得一游 我是朋友跟我讲这个消息 然后我有在网路上跟新闻上面 也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然后看到很漂亮的照片 我就被吸引过来了 围棋16天的这个彩色海域祭 即将在大园这个西海休闲农业区展开 那我想这个是意后的第一个大活动 那也是这个阳光普照 非常适合农游的好时间 围棋3的海域是白色 大园西海的海域是有8种颜色 和造景搭配下 此海域呈现更亮丽 值得一游 来此地方交通非常方便 只要坐车到桃园高铁站 就有接驳车 转车接送 心动赶快行动 等你来走一趟 大园彩色海域之力 自己的家园 农赶快行动 很好